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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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会结束后 影片主创集体参加了晚上的红毯和印后见面会 除了当天众多影迷外 前来观影的演员们也在电影放映后现场表白刘德华 电影 电影特别好看 看得特别激动我是92年的时候看华哥的神雕痴心情常见那个电影我就是华哥的粉丝了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华哥本人我现在很激动 恭喜票房首日就过一天说 我觉得这个几十年如一日的票房号召力真的是令人羡慕又忌怒 电影还是非常过瘾的 主要是一直沉浸在三位男神的颜值当中 就绝对只会票价 近日电影《耳畔的风》 在上海举行了启动发布会 宋小波 高亚元等一众主演齐齐亮相 作为一部关注龙亚人题材影片 高亚元一上来也是忍不住给观众剧透了一些剧情 这部剧里面是会有一些本色的出演 饰演一个怀揣着音乐梦想的一个 怀揣着音乐梦想的一个女孩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碰到很多困难 那没有放弃 然后继续和其中的一个龙亚哥哥一起携手 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 而本身是龙亚人的宋小波 这次搭档高亚元本色出演 如何在影片中展现和健全人的沟通交流 成为他需要功课的第一大难题 大家好 我叫宋小波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患者公》这部剧 这部公益的剧 那么我觉得呢非常的开心 我在这部剧里面扮演的是个龙人 那么我如何去和听人去沟通去交流 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们龙人的世界 龙人的群体 那么比如说在生活当中 我们就可以听不到各种这样的声音 那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 乐帆天综合报道 没错 现在电影已经进入到了暑期档的时候 我们刚刚说到的扫读二之外 还有一部电影要跟大家推荐 不过在推荐它之前我想喊一声 小鱼哥你知道吗 今天中午要配音的时候 我查这个意思和查这个发音查了半天 你居然马上就知道怎么读和什么发音 我想我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你还有反应 难道你也懂吗 没有啊 小鱼哥你唱这歌词的时候 我还没有出声的 我根本就还没有看过狮子王 没错了 说到这里呢 其实要说到这个狮子王呢 在1994年的时候呢 就非常经典 非常流行了 但是现在时隔25年之后呢 这个经典再度回归 那这一次版本和之前呢 又有什么的不一样呢 是的 这一次版本呢 因为是这个CG动画的形式嘛 原来是2D版本 现在呢几乎可以达到 以假乱真的动画片 好像在看这个动物世界一样 仿佛让人生名一起 一定是非常的好看哦 没错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让我们进入到 本周的乐翻天观影指南吧 一周电影推荐哪家强 竟在娱乐乐翻天院线观影指南 本周院线依旧好片在线 值得期待 首先要看到的电影 则是来自迪士尼的 蜀西丽作《狮子王》 改片讲述了小狮子青巴 在朋友的陪伴下 经历了生命中最光荣的时刻 也遭遇了最艰难的挑战 最后终于成为了 《森林之王》的故事 2019版《狮子王》 翻拍自1994年的 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 这部生名显赫的影片 是无数观众的童年回忆 星巴 蓬蓬 冰满 还有那句魔性十足的 Haku Nam Tata 都是这部动画片 流传至今的经典元素 而时隔15年 全新的《狮子王》 承载着过往的荣光 强势来袭 当年的平面动画 如今已经升级为CG动画 以假乱争的画面 几乎可以说是 《狮子王》的真人版了 在5月份 同样由迪士尼出品 同样翻拍自动画的电影《阿拉丁》 在全球席卷了 5亿美元的票房 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 更在日韩等国 强势占据了票房榜首 因此当这部比阿拉丁流传更广 影响更大的《狮子王》推出 相信它将凝聚来自全世界各地观众的目光 究竟它将如何表现 我们拭目以待吧 电影《狮子王》7月12号上映 推荐指数5颗星 本周第二部要推荐的电影 就是由袁锦麟导演编剧 王大陆 张荣荣 米拉 乔沃维奇等人主演的喜剧动作片 素人特工 电影讲述了极限运动达人赵峰 误打误撞 闯入了一场国际犯罪交易 不得不跟随国际特工一起前往布达佩斯 在这里他与废柴刑警苗苗 民间科学家丁山与大业医生LV 组成一支素人特工小队 这四个特工小白和高级国际特工米拉一起 与恐怖分子开启了一场又惊又喜的斗争 本片的正容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尤其米拉乔沃维奇的加盟让人感到惊喜 主演过科幻动作电影《生化危机》系列的米拉 毫无疑问是国际影坛上的大腕 对于能够参演中国动作电影 她也是相当兴奋 那么究竟这部电影能否满足观众的期待呢 我们还将继续观察 电影素人特工7月12号上映 推荐指数三颗星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乐翻天 一周院线观影指南的全部内容 掌握一周院线电影精华 让你迅速掌握观影方向 我们下期再见 推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 刘宪华力邀外国乐队合作 我最想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古典音乐放在流行音乐里面 别走开 下期 广播中 欢迎回到玻璃海台 乔外催催独家冠名播出的娱乐乐凡天 我是小金神 大家好 我是紫薇 是的 由我们东南卫视所主办的 2019东南公寓之星的福州赛区 已经是完美落下帷幕了 所以这就意味着 全州赛区马上开赛了 就是在本周末也就是7月13号 2019东南公寓之星的全州赛 马上就要举行了 那到时候有60位的小选手 会来参加比赛 他们不仅会歌舞朗诵 而且可以说是样样精通 甚至有的小朋友还会填词作曲 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了 是的 另外还要感谢紫菜国家标准起草单位 爱一波食品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好 紫菜 爱一波 还要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本次活动的东南卫视 是不收取任何的培训和报名的费用 而且最终解释权归东南卫视所有 做工艺小试者传递满满正能量 2019东南公益之星等你来哦 好的 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经典的音乐剧《绿野宣宗》 已经在我们中国开始巡演了 伴随着欢乐的旋律 英文原版音乐剧《绿野宣宗》 已经在上海正式开演了 作为第十二届奥斯卡奖最佳原创歌曲 和最佳配乐两项大奖得主 《绿野宣宗》的音乐可谓是该剧 最大的亮点之一 此次再度唱响 也是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值得一提的是 剧中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小演员 那就是陶乐鑫的狗狗托托 他用自己的可爱与沉稳 征服了所有观众 我认为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时刻 是我们都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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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Ihyo和Toto 其实当我们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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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在感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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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中国巡演的绿野先踪 在终于原著的基础上 还原了小说中的诸多奇幻场景 更有高科技手段 被运用到浮化到制作中 从故事设定构思到服装 布景选角 共历时两年才开始排演 还特别为中国巡演 设置了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台词 着实是十分用心了 上周末某音乐计划启动仪式 在北京举行 歌手刘宪华和一支来自英国剑桥的 电子乐队出席活动 作为一名全能的流行音乐歌手 刘宪华从小学习小提琴 钢琴等古典音乐 创作出的歌曲丰富 活动当天 他就和来自英国的这支电子乐队 一起给大家献上了一段优秀的表演 我从以前就是他们的粉丝 对他们的音乐 对他们 然后我从以前 我最想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古典音乐 放在流行音乐里面 然后他们就是 这个The Master 所以终于可以见到他们 然后这一次可以跟他们合作 真的很荣幸 然后我们这一次 我们的歌真的很好听 在舞台上 刘宪华与这支乐队的合作 默契十足 而为了让更多外国音乐人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刘宪华透露 自己可是当了三天的向导 其实这一次我们有在一起三天 也带他们去听一下那些比较传统 传统的乐器 古章 什么二胡 然后Jack 他现在会弹那个乐琴了 乐阪天综合 欢迎来到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上期娱乐显微镜的答案是 郭富城 恭喜这位幸运观众获得 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 提供的豪华代理包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画面中的这个人是谁呢 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登陆到我们娱乐乐 翻天的官方微博来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化 就有机会获得玻璃海苔 巧麦脆脆 所提供的大米包一份啦 是的 节目最后听大家 想要获取更多的英视频资讯 就能登陆以下网站 或者手机下载海博TV扣端 就可获取 今天节目就这样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继续相会在娱乐乐